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羊头并不是很高兴 儿子找了个带孩子的寡妇 这老爷子能不气吗 但是儿子给他带来的惊喜还远不止这些 第二天本来还在生气的他 发现儿子和杨媳妇有事先走了 留下了自己并不待见的杨孙子小帅 面对这个黄毛白嫩的外国孙子 老羊头顿时蒙了 没办法养着吧 但是问题出现了 从小娇生惯养的小帅 哪受得了农村的茅房 直接跑回屋里就有拉地上 老羊头拗不过 只能客客气气的给他戴上口罩 点上香 小帅吵着闹着 要吃汉堡 喝牛奶 不给吃就要上房 弄塌了也不管 实在拗不过 老羊头决定去村里的商店问一问 商店的老板突发气象 给他弄了一个肉夹馍的改良版 中国式汉堡包 为了让小帅喝上些牛奶 老羊头不耐之下 找到了家里养着奶牛的王站长 王站长看到老羊头主动送上门 便借机力要老羊头出山 继续发扬皮影文化 面对组织的信任与领导殷切的期望 老羊头不为所动 拿了牛奶气冲冲就走了 不过永远不要低估熊孩子的导弹势力 这牛奶刚拿回来就被他打翻了 而且尿床了还不让说 一说就扎锅 拿起小书包就要离家出走 倔借的老羊头 让这个孩子弄得服服帖帖 当小帅晚上害怕 钻进老羊头的被窝时 明明已经醒了的老羊头 并没有发脾气 而是自己偷偷地笑了 如果你认为两个人就这样和好了 那就大错特错了 爷孙俩互相打嘴架的日子依然继续 熊孩子又想吃鸡蛋 喝牛奶 没有 二话不说 就拎起小书包 无奈 老羊头再次去王站长家找牛奶 顺便从半吊子的王站长那儿 学会了一句中国版的方言英语 Dogstein 村里人经常会听见小帅的玩闹声 一直觉得儿子找了个杨媳妇 见不得人的他 这怎么认 于是老羊头想到了一个妙计 他脸哄带片 把小帅带到了理发店 将他的黄发染成了黑色 不过显然小帅对这个新发色很是不满 老羊头只好买了一个蜘蛛侠的面具 安抚他的情绪 然而老羊头千朵万朵 还是没躲开王站长 还没进门 就被王站长堵了个正着 无奈之下 老羊头为了文化的传承 决定出山 话说 凶孩子是不分国籍的 小帅早就定上了老羊头的文丸和讨 于是趁着老羊头睡着 用鸡蛋把核桃给替换了出来 他想用门框挤碎核桃 结果用力过猛门掉了 被惊醒了老羊头 追着收拾小帅 结果不小心踩坏了他的蜘蛛侠 这下小帅生了气 话也不说 饭也不吃 王站长旁边的整个县城 也没有找到蜘蛛侠的玩具 老羊头看着蜘蛛侠残缺的身体 灵悸动 做了个蜘蛛侠的皮影 送给了小帅 小帅看到后很是开心 两人随即上演了一场 孙悟空大战蜘蛛侠 祖孙俩玩得不亦乐乎 这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的美好 就这样 祖孙俩慢慢的建立起了 深厚的感情祭绊 可好景不长 儿子回来了 同时也带回了 已经和杨媳妇分手的消息 小帅后天就回美国 今天就得走 老羊头决定 最后为小帅演一场皮影戏 可小帅被强行暴走 得知小帅走后 老羊头不禁红了眼眶 从这以后 老羊头又回归了 之前的独居生活 相比之前 现在的他更加孤寂 因为他心里多了一个牵挂的人 本以为再也见不到孙子的老羊头 在过年这天 却受到了意外的惊喜 分手的儿子儿媳 两人复合 并带着小帅回来了 影片也在一家人的合影中结束了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孙子从美国来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